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HK 今次我 Leo 又跟大家玩這款最新的手機遊戲 Pokemon Master 之前在 Nintendo 的發佈會上 都提及過這款手機遊戲 終於等到它出來了,差不多暑假後才來 馬上跟大家試試這款最新的遊戲 語言當然選擇日文 這裡有一個帳戶連結 主要的功用就是你不怕沒有保障 又或者你要轉手機的時候就可以用這個成計 你們試乎各客是否連結 不過連結後會有鑽石,這裡提醒大家 一來就看到青綠大木博士的孫 很歡迎來到這個小小型的世界 他也是一個實力很高強的分領員 然後選擇外觀 外觀就算現在決定了,之後都可以改 我的名字都很讚 以這個小精靈大師賽為目標,簡稱為WPM 就會來自世界各地的訓練員三個人組成一組 用小精來分出高下 每一個訓練員只可以派出一隻小精靈 有很多訓練員等於我 那我呢 除了我一部電話之外 我會找多兩部電話來玩這隻遊戲 到時候可以拍一條影片連線的打 應該是會有的 因為去到後期那些,相信是很難打 也算是很難打 我先打掉這隻遊戲 先跟小精靈拍檔的訓練家就叫做柏祖 剛剛好友,介紹一下幫你 小光和小客 真的跟陌生人,對於我來說是不陌生,但對於他來說我是陌生人 我叫小客 關都地區的管主 小光 也是關都地區的管主 一個是第一關,一個是第二關 一個是岩石蟹,一個是水蟹 很多拍組都聚集在一個有小精靈中心的城市 還可以找到其他同伴 交什麼給我 地圖? 我現在暫時只有任務,因為隊伍和商店都鎖了,應該要進行一些新手劇情 新主線開放 街角的相遇 看來現在他只聊天就沒有對戰 這是人工島最大的城市 對 你說綜合地區的訓練員應該在廣場前面 什麼? 強迫不願意對戰的人對戰 好,神奧地區的冠軍 竹蘭 我們不接受 我不想勉強我的小精靈 要勉強對戰那天就第二天再來過 一定要現在跟他對戰 怎麼這麼簡單 小光小滑,看來很出名 畢竟管主有一點名氣很正常 給我們一些顏色 不過來看看 我想起這一句 說起這一句 我就想起 立不少生 你要給我什麼顏色 紅色還是綠色 終於有人打了 只按出發 因為還未能給我編組 好 這個遊戲的方式就是大家派三隻小精 三對三來戰鬥 下面這些就是技能 一隻小精總共有四種技能 有些是攻擊技 有些是輔助技 例如比卡丘這一個是電擊 小精總共有四種技能 小精總共有四種技能 就需要下面那一條的槽位 可以轉動 現在我用小光 下面就會扣了一格 現在就自由讓我戰鬥 用比卡丘 電擊這裡就扣了一格 不過小霞這裡就需要兩格 要等下面的回復好 回復好 那我就可以出 即是說這些技能不能不停地出 你一定要看著下面那條的槽位 應該有些技能可以一次回復好 或是回復好 我相信 跟冠軍對戰的機會在面前 他不會放棄 不會放棄 但就跑掉 找回劉鎮的兒子 不夠打吹雞 每一隊拍組都有一種弱點屬性 用這些屬性克制去打它 例如水 我用電去打它 就會有兩倍的傷害 我們就可以切換目標 然後按它就全世界看到的 大銀蛇那些就向著那個方向 然後就找回相對的技能 打它就可以了 例如比卡丘電屬性 拿回電來打它 就會有兩倍的傷害 中間這個是岩石 我們就找小光的大銀蛇 出手攻擊 最後就是小拳石 就是藥點的水屬性 寶石海星 真的剛剛好適合到 一來一隻屬性就嚇死了 這些新手教我真的做得不錯 既然我們都打不贏 你怎麼跟冠軍打呢 升等級 跟竹蘭聊天的時候就突然之間被他們煩住 他是綜合地區有名的訓練家 神奧地區的冠軍 他的伴侶就是準神獸烈牙綠沙 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跟他們打呢 我可不可以玩到遊戲很後期 這樣就走了 被竹蘭賺 你的表現好出色 其實組羹隊一起參加 WPM 原來這樣你們想邀請我嗎 先打回場 了解一下我,看看我有沒有實力 由於這隻又是三對三 所以 就算明明對手是一個 即是聊天的時候是一個 都明明對面 有兩個三色的走過來 很搞笑 開放這個拍組的招式 這個可以給對方一個極大傷害強勁的攻擊 但要使用行動次數 要減少才行 例如現在看到這個數目是7 即是說 比卡超、電擊、大銀蛇、洛蛇、洛蛇等 一共要出7次才行 當然是整組合計算 整組合計算 整組合計算 整組合計算出7次就可以了 要快的就出1格 因為如果出2格,他只是計算一次 對面出1格 對面出1格 不用目的打我的寶石海星 你慘了,到我的比卡超出了 打雷絕招 279 神經病,這麼厲害 還沒差 剩下兩隻Lang Can 快手加進去 剛剛的要7 我相信遲下可能有些方法 或者天生技能 不用7下 不需要7下普通攻擊才行 可能6下5下就可以出到這個必殺技 我相信 因為這招攻擊力這麼高的招式 都是一個關鍵 首次通關就拿一些東西 很厲害,實力超乎他的預算 就加入了我們 有一個人想介紹給大家認識 人多熱鬧一點 去海邊 我們再有一個朋友 騰騰蛇 不錯 不錯 研究這個拍組博士 任何小聖形世界都有一個 任何範疇都有一個 落在其中 還隱藏了很多未知的可能性 要去買回研究所 終於有了 商店這些 可以來這裡增加同伴或交換道具 獲得各式各樣的商品 可以來這裡增加 有一抽了 拍組尋找 或者已經設定了 帶禮罐給我 我還未這麼快有一抽 吸他過來 是 說話太長了 我們拿到大奶罐 我覺得商品和拍組的時候 我升技的會OK 還有一邊 這裡是偏組的 應該將剛剛大奶罐偏入組 不要小霞 好 好 拿著一杯咖啡 我們按禮物箱 都有幾多轉 最多就是仙相活動紀念禮物 這裡已經有1000轉 加一加其他都已經有1390轉 拿完之後 我都已經有1390轉 這裡抽就300轉一組 所以我已經可以抽4次 抽一抽給大家看 抽4次 下面這個一夜一折的 這個是要用付費的鑽石 即是一定要課金才可以抽這100轉 你不付錢的話 你會抽不到 因為我們現在的轉是任務回來 和大家抽一抽 看看會不會抽到好東西 有4次的機會 一定要有五星 我這個票大家剛才看過 我這個票大家看過 黑老家 黑老家 五星 一來已經是黑老家 黑老家 好 5星黑老家爽 第一抽 很棒 平常的遊戲 沒有運氣 是Pokémon 都是打給我好運 我們再抽 再來五星就發達了 月石 三星而已 糟了 難道已經花乾所有運氣 搞錯 又是月石 玩東西嗎 我不要月石 你不要第三隻也是月石 我馬上扔電話 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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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嘴歐 水屬性 五星 都可以 不過我們已經有小孩 已經 已經抽了 跟大家看看黑老家 先看 黑老家 有兩招 一招就是咬住 另一招就是要害攻擊 那就轉 大岩蛇可以換 藤藤蛇 這個就是我暫時的組合 真的很開心 第一抽就已經五星了 還要是 我在四次的機會 只有一次機會 就是第一次已經五星了 真的超好運 抽了五星 當然是跟大家去試一試 原來這個也有進化石 升級之後會得到相關的進化資訊 挑戰就會獲得進化石的碎片 或者直接獲得進化石 完成了劇情之後 就可以令到夥伴進化 戰隊也會大大提升 那可不可以 我想快點抽到小火龍嗎 我想快點抽到小火龍 你擅長游泳就回去游泳吧 三個的樣子是三兄弟 小禎年又不一樣 先試一下老家 要害攻擊就是大幅提升自己擊中的傷害 用一用 提升 好,我們用咬住 斜氣很厲害 一下扣65 我看看比卡超扣多少 比卡超扣21 當我撇除了加乘傷害 都是黑魯加強 所以五星真的厲害 我們打這個 用黑魯加來打 42 厲害 黑魯加很厲害 所以最初一定要拆五星出來 其實很多遊戲都有 以前十幾年前玩的 Personal and Dragon 全部都一定要拆五星 否則很難起家 因為最初用五星 然後五星的盧獄升上去 如果你去到後期才有 其實很辛苦 一夜升六 一夜升六 黑魯加本身一夜升六 厲害 今集就玩到這裡 喜歡給我一個讚 還有分享給朋友 這隻Pokemon Master 我會繼續玩下去 這隻遊戲有什麼攻略或新的資訊 都要拍片告訴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